家人们 雷军的年终总结 我给大家总结了一下 首先雷军造车的原因 竟然是他接到了一个朋友的电话 然后在电话里说 美国要制裁小米的 他怕手机卖不出去 于是乎 决定造车 然后就创下了 上市每几个月就卖出了 7万6千台的战绩 而且他真的好有人格魅力 为了造车 他亲自给多名员工当司机 而且还是自学了赛照 自己学了不说 还让全部团队的 100多个核心成员 全部学了赛车执照 试驾了170多辆车 三年写了20万字的造车笔记 什么概念家人们 相当于一篇长篇小说啊 男派三叔都没这么快 而且他竟然真的开着小米苏区 去下赛道学校移了 只能说心态真的是太好吧 一点都没有中年油腻的感觉 他说科技不再高高在上 而是服务于人民 他又说汽车是百年赛道 只要你真心想干 什么时候踏入都不晚 这其实也在激励我们正常人啊 只要你想努力 什么时候都为时不晚 真的是没有人能够随随便便成功啊 可能小米造车不是最好的啊 但是雷总的这个创业精神 真的是值得大家学习 啊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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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他说的一个非常大好看 しか这个人能处理他 我们还要看他